歡迎回到第五集 今天這一集要來教大家比較多 像是核心肌群加上綜合式的訓練 就是不單單只做核心刺激 可能也要刺激一些你的手部或身體穩定性 好,廢話不多說,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我們第一個動作要來做一個下肢結合上肢肌群穩定的訓練 那這個動作參與的位置非常多 除了上肢、核心還有下肢 所以非常多肌群都要綜合性、比較全身性的運動 那這個動作我們首先要做一個半蹲的動作 做往下蹲 好,回來之後呢,重物往上推舉 肩推到你的頭頂上方 然後你感覺你的下背肌有點往內夾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往下蹲 往上推上去 往下蹲 好,往上推上去 那這個動作呢 往下蹲的時候刺激身體穩定 往上推的時候刺激核心加上上肢肌群 透過這樣全身性的動作 這是我們今天要練習的第一個動作 那刺激一樣是維持40秒鐘的時間 看你可以做幾組 那就看大家的能力囉 好,接下來我們第二個動作的刺激呢 就是登山者訓練 那登山者啊 動作顧名思義有點像你在爬山的時候 要攀岩一直往上爬的感覺 所以動作啊 手在你的肩膀正下方 那待會的動作 會做一個腳在後面有點像跑動的動作 所以 形成一個軀幹一直線的狀態 然後腳往前跑的時候 要注意的地方是你的髖關節 不要上下跳動太多 好,我們開始 對,腳往前抬 腳往前抬 刺激的位置啊 是你的核心肌群 那記得屁股不要有過多的上下晃動 像這樣的動作就是在上下跳 它就會比較是不正確的動作 呵呵呵 所以動作記得 維持的時候 上半身軀幹成一直線 腳往前抬 屁股不要上下跳動太多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登山者事喔 持續時間一樣 40秒鐘的時間 接下來下一個全身性的訓練呢 我們做掌撐的開合跳 動作啊跟剛剛登山者事 有一點點類似 先呈現一個軀幹成一直線的掌撐棒式的動作 那待會的動作啊 一樣盡量維持上半身一直線 但是你的腳要做一個開合跳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困難的地方就是肚子要用力 不然你的上下幅度就會太多 所以會刺激比較多的核心肌群之外 它也是一個全身訓練的動作 所以動作 掌撐成一直線 然後腳左右開合 那記得上半身 不要讓它有過度的上下晃動 我們做一下錯誤示範 如果你的腳屁股掉下去這麼多 那這樣的動作就比較不正確 所以回來 好 成一直線 對 只有腳小範圍的左右跳動 去刺激你的深層的核心肌群 那就準備來做 40秒連續動作 好 第一個動作 半蹲肩推 40秒準備 3 2 1 GO 2 2 1 GO 2 3 3 3 4 4 3 5 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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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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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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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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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 4 3 2 1 好 休息20秒 準備做第二個動作 好 準備登山者是 40秒 準備 GO 四個月 多 anni 準備 千萬 千萬 準備 男 島 4...3...2...1... 直接往伸 1...2...1....2....1....Go 準備40秒3...2...1...Go 四、四、三、二、一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集比較全身性訓練的一個肌力動作 那希望這幾個動作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今天的動作一樣是每組四十秒鐘 然後動作大約維持三組就可以 因為今天強度真的是非常的足夠 到現在還在喘 好那明天的動作訓練呢 記得是跳繩從上禮拜的五百下 變成這禮拜的一千下 那盡量在一千下當中啊 持續的不要休息 那動作呢 跳完一千次之後 才休息三到五分鐘 然後再進行第二次的跳繩 那動作總共跳兩千次 就是明天的訓練喔 我是你的家人 梁哲瑞 我是紀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肉依然說明天的訓練喔 我們下次見 請 我們下次見 好